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Sung Ai Long Tar University的对面 在他前对面有一个restaurant 名叫亚洲美食 在这里里面有一档非常出名的 一个素食的鸡饭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到鸡饭档 去吃一吃 就是说这里很多人都在推荐的那一间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素面饭 就是这一帐口 然后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的那个出名的鸡饭 这里呢出名的就是它的那个素的叉烧 然后呢还有它这里的一个叫做应用 功夫应用是这个师傅所炒的 所以 这里是这里的特色 等一下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素粉面饭的一个素食的一个当口 看到它炒的时候它那个火候 就应该知道了 这里当然我闻到的非常的香的那个香气 OK 等一下我们就来试试看 吃一下它这里的那个 这里的那个素的那个炒面 嗯我们就叫一个炒盒 给功夫应用 然后再叫这里的鸡饭一下 OK这个就是这一档的 哇你看 哇你看 你看这里它烙的那个干烙面 还有我们叫的那个鸡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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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去试一试味道 嗯 我们先上这一个 嗯 嗯 还有它的那个辣椒 刚才有问过老板 老板 有说呢 它的那个 叉烧的汁呢 是自己自制的 给自己自制的那个叉烧的那个姜料 所以变成我就先试了这一个 嗯 第一个呢,以它的饭呢 它的饭就很香的 很香的那种油饭 香油饭 然后它这个呢 叉烧就很脆 它的汁真的是 有点不一样 很有那一种烤过的味道 很有那种烤过 所以蛮 外皮呢,是脆 里面的肉是嫩 所以这真的是它出名 就在于它的叉烧 然后第二个呢,它的那个 栽鸡,树鸡 它里面因为它的这个一圈一圈 所以它外面咬起来呢,它里面有层次感 这个是那个第一道的那一个 这里的叉烧鸡饭 这个呢,是第二道了 第二道的就是它的那个 运吞面 刚才也有问老板娘跟我说 这当然这个叉烧呢 是跟刚才的一样咯 就是它 蜜汁 很奇怪,它这里吃到的呢 就是真的是有那种好像 真的烧烤过的那一种味道 然后,这是它的运吞面 嗯 它运吞面也不一样 很 很幼 细幼的那个运吞面 所以吃起来呢,真的是不一样哦 幼幼的细细的 然后 它的在运吞 哇 脆 很脆很脆 很脆 嗯 这个的脆 可以上它的那么细幼的那个面条呢 它有另一个的那个风味 所以 配起来刚刚好 还有 它们自己腌制的 辣椒 配起来是属于一绝的 所以这个 也是这里 老板娘讲它卖很多一天 OK 这就是我讲 第二道要介绍的那个 云吞面 OK,来 这是刚才看到老板炒的那个火候十足的 给那一道 呃 功夫应用 呃 你看它吃 浓浓稠稠的 是 是对的 呃 以刚才老板娘来炒呢 呃 真的是吃得出 它的那个窩黑啊 窩黑十足 嗯 好够的 它的 河粉 是经过那个炒 有那种炒过的那个 酱油的那个香 滑 滑中呢 是非常的香的 然后 看得出它的汁呢 也配合到刚刚好 嗯 米粉也是经过炸锅 也有稍微的调过味 所以这个整道呢 是 很好吃的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来到 曼达松海洞呢 不妨可以 来到这里去评赏一下 这里的那个 素食 有炒的 有鸡饭 还有它出名的云吞面 OK 每一道呢 都是经过很多的 他们你看 料啊 十足 啊 所以这里是 值得来这里 所推荐的 啊 so 谢谢 大家 感恩大家 哇 老板 老板说 呃 因为由于我们介绍 还请我们吃这个药材机 哦 哦 OK so 谢谢老板娘 这个是老板娘要介绍的 她特地 呃 拿过来给我们吃哦 而且这个是真的是 哇 很大的一个人轻味 嗯 这个是药材机 哇 非常的浓 药材味很香 这个真的很香哦 有点 有点接近那个 那个 药材的那种 浓郁的香味的 OK 哇 谢谢感恩老板娘 so 看到没有这么有人轻味的 一个地方哦 如果来到 不妨 来到这里 吃一吃他们 那么好吃的 谢谢观看